好了各位,DSE 2020 ICT Paper 2D 第二题 这题关于Dry Run的Algorithm 看看它们的output 和比较不同的Algorithm的效率 首先陈伯给了N的连续整数 由S开始,S,S加1,S加2 最后不是S加N,S加N-1 因为它由加0开始 他给了个例子,S例如由5开始 如果N是10 S那几个数字就会由5开始 6,7,8,9,10 最后去到14 留意最后的14就是5加10-1 即15-1,即14 现在题目说要将这10个数字 放到一个array叫A AI,I就是index index留意是0数到8 近几年DSE的题目 即是array都是由0的index开始 偶尔还有一些从1开始 不过留意0都是一个趋势 放了那些数字下来 即N的consecutive integers 5-14 当然是放不完的 因为这里只有2,4,6,8,9 9格而已 但是N有10个 所以有一个是放不下的 这里他说明是random 随机放下来 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没有了9 9就是missing number 即是俗语说10只杯 但是只有9个杯盖 总有一只杯是没有盖 然后将会有fc1,fc2,fc3 三个不同的agrapham 去找这个missing number 通常DSE比较agrapham 通常只有两个 一年都有特别的 有三个 所以我们要给一些耐性 和仔细一些 比较它们的分别在哪里 好了,我们先看看fc1 总共有8行 这里里面有个fung 是一个boolean variable 即是只记住true或false的value 我们highlight那些for loop 这里有个for loop 第四至六行 另外第二行 开始这里也会有一个for loop 这里我们不用这么急 去dry run它们 fc1 我们大概看到 外面有for loop 里面有for loop 这是一个nested for loop的结构 外面的i loop s就去到s加n-1 这么多次 里面的j loop 由0去到n-2 似乎将i和aj进行比较 接着陈勃给了另一个array a 0-8 n-1又是10 s都是由5开始 5-14 那些n-4 都放在这里 差一个n-1 留意 这个AI和上面的AI是不同的 接着 part1 他就问 究竟这个fc1的第八行line8 究竟会出什么output 就是找output 因为这个algorithm的output 比如i 其实就是algorithm的目的 如提宝早说了 这些algorithm的目的 就是找missing number 就是找少了的number 或者消失了的number 由5开始数到14 这部分基本上 我们不用dry run这个algorithm 因为我们只是数数这里 基本上由5、6、7、8、9、10 11、12、11、14 没有了11 就知道答案就是11 这个就是不需要dry run字的 因为我可以人手数的 找个missing number 好了 part2 接着问line5 第五行 即这个ifaj等于i 这句statement 究竟执行了多少次呢 留意line5 基本上是在nexted loop的里面 第一在J loop里面 这个for do loop for do loop 是我们叫definite loop 就是固定loop的次数 外面有i loop s和s加n-1 都是一个definite loop 固定了loop的次数 这里是没有任何repeat until 或者while do loop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将这两个number 相乘 就可以计算到line5 是execute了多少次 givens是5 n是10 这个5 5加10 减1 就是14 这里会出了10次 另外J loop n是10 0至8 即是9次了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10乘9 没有了 整个loop了是90次的 这条题很古怪的 A1 2 就是我们一句都未dry run过 没有追踪过的类 都可以找到个答案的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